好,下一套,下一套是甚麼?AK47? 槍鞋少女 即是上次怎樣說? 其實也不是罵的,質疑合理性 質疑他可以帶出甚麼故事 其實我們去到最後十幾集 由第二集去到埋美十二集 大家都是懷疑這個Tea bag的功用 沒有的 你不用Tea bag,你要打勝過 結果有沒有其他的形態呢? 其實有的,其實他都是說 形態,我喜歡這個Term 其實他講的是槍鞋都是較為容易打理 例如M16那個 M16是否一定要幫他清潔 M16不是很容易入水 他叫16 他其實就說不要吃太辣的東西 他就等於有些吃沙 他會卡住這些東西 不是,這樣所有槍鞋都會怕這個 不是,M16出名 所以這件事 打越戰的人 其實他也有說 其實他不是中等學部 清清學員 中等學部就有四五大女主角 其實相對來說 他也有說他因為槍鞋的歷史特性 他真的有說很多 其實故事裡面真的有說很多這些 如果你是一個槍鞋粉絲 軍事集都不是 但其實你都明顯 你一定要對槍鞋有熟悉 我先問一個問題 應該有個比較出名的歷史事件 也不是的 有些脆文向 應該在二次世界大戰 這個美軍打日本的逐島戰爭 中途就打完Midway 中途就打完Midway 中途就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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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途就不記得誰下令 向本土要求不知幾多萬個Condom 即安全套 於是就好奇了 那為什麼要這麼多安全套呢 其實是用來蓋著一個窗口 因為那個地域大概 你想到是夏威夷那邊 再過一些 所以就不停下雨 即是夏威夷那邊 所以就要用這個安全套 來蓋著一個窗口 讓它不會入水 所以是同樣道理 那我好奇 但有個問題 你先說一下 如果用這個故事的原理 如果出現這個幕 那就可以用這個安全套 來蓋著一個女兒的頭 是不是一定要安全套呢 膠袋就不可以 簡單 紙袋就不可以 歷史是訂一堆安全套 前線給美軍用 你們說過兩件事 其實有出現 不過不是安全套 是用保鮮袋 這些不是那些 膠袋 是膠袋 這些不是那些 小學幼稚人 不要用膠袋套著頭 那些 其實它又不是套著頭 都是膠袋 對一點 其實它又不是套著頭 其實它又不是套著頭 那你哪有那麼好 你先說一下 你先說一下 其實再說一個故事 整個球後 其實都有兩三次的燒槍 球後說完第三四五集開始 就有些出現了 不算一些無聊劇情的 學員制 無緣無故去其他地方玩 那些 沒辦法 然後就說一個 類似的班制賽事 還有最後一次的 最後那次 就是講的那個叫做 林校外旅行 校外旅行突然遭到 第二間學校的伏擊 伏擊 在一個城市裡面 好像人家恐怖襲擊一樣 放很多炸彈 在巴士放恐怖炸彈 他們是槍來的 為什麼放炸彈 放炸彈 手榴彈 什麼都有 榴彈槍 不是要開槍 它簡直是手榴彈炸彈 就榴彈槍 不止 然後就說 去挑釁它 然後就跟他們打巷戰 最後那個先生 就是那個 語文老師 就是中了槍 所謂的男主角 對 那個男主角其實是不死的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說 為什麼那個男主角 是不射射這麼多槍 所以其實 如果他剛才也解釋到 為什麼 他起初說那個女主角 FNC 那個TBAC 那個FNC 不是用槍射射他 為什麼不死呢 他原來有個設定 我知道了 有ATFIL 可以擋子彈的 不不不不 其實就是這樣的 PS裝甲 如果槍射槍 那些子彈 那些槍只會受傷 什麼叫槍會受傷 因為他們是槍來的 不是人 那就不死了 你沒有看高達的 看法術隊射 榮場免棄 但是如果槍射人 他們就寫得不明白 如果那些人 不是用他的槍射人 那些人就不死 什麼叫做那些人 很複雜 我聽不明白 不是用他的槍射 你有沒有說一次 他槍射要用人 用槍射人 那個人才會死 是人都會死 如果是槍射人 就不死 我有個問題 這是什麼決定 你現在學校的女人 全部都是槍 對 如果那些人去打仗 正規軍隊 全部人握著槍 那些女人 就打也不死 不是 那些槍一定會輸 因為他們射不死 對 一定要人握著槍 人是贏硬的 一定可以握著槍 要握著槍 要握著槍 要你想想形態 就是堅拖式火箭 拖著女兒 那些女兒很嚴重 那些女兒也會嚴重 那些女兒也會嚴重 這麼威風 但是我不明白 他們說槍射不死人 但是在城市搞這麼多恐怖襲擊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死人的 所以用手榴彈 不是規則之外 手榴彈炸彈不是槍 就是手榴彈一定會殺死 明白 利比亞政府也沒有說死人的 但是他很奇怪 就是整程 最後那裡 是說不死人不死 當然 如果你說 他可以挑戰這個 今季的新番 Dock Days 運動會? 運動會? 他又沒有運動會? 沒有 這個就不是運動會 沒有死人 這裡寫戰爭道道運動會 感覺上很奇怪 人家又玩爆衣 你玩teaback 很合理 那倒是 人家那邊有大忌 這邊都是玩子彈 也要多玩手榴彈 其實 很沒用 子彈射不射 故事 最大的筆是甚麼呢 是最後那一集 主角是中了蛋 流血在地上 然後那兩幫人 在大家互鬧之後 一個先生可以站起來 整件衣服是白了 連血都沒有了 大家的血 中了蛋之後 人家是沒有了血 然後可以自己走走 人家衝了糧 換了一套衣服 你有沒有看聖經 甚麼耶穌 復活 耶穌的朋友 拉扎路 在石棺上 推出來 全身白光 那些 是完全想不到的 是聖光來的 甚麼人望神 甚麼都看不到 那些白色的光 好像消滅Nissian 我有合理的懷疑 這個世界設定的人 是不會死的 即使中了多少槍 他幾秒後就會復活 是因為他都說 只是受傷 那他們是不是打慣Diablo 但是他很肯定 也挺肯定有第二季 因為他其實臨後 二、三集 他維持到成本 我不清楚 但他最後二、三集 其實他出了那間新的學校 那間新的學校 那些人都未出光 都是槍 全部槍 其實他所有東西都是槍 這個世界還有沒有人的 就只有主角 還有那些老人 其實他們是人類碎片時候 真是不知道 因為他在買一些黑化之時 總之感覺上很奇怪 總之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歡槍 很喜歡槍 很喜歡槍買書看 我喜歡槍我看另一套 你喜歡槍我借一些書給你 沒有問題 他有解釋很多 例如槍追的長短對於子彈的大小 有什麼分別 令他入了多少分別 還有堅托式問題 還有那個彈夾有什麼 歷史那些 如果你喜歡看那些 永遠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不太喜歡看那些 如果你說普通看那些 其實沒什麼意思 我覺得大家關心的是 有沒有槍是沒有槍托的 你也會說 之前一開始介紹 大家有聽過 就知道了 槍的部件 全部都是女生的不同部分 你想想那些槍托 你說槍托的歷史 我全都是底褲 我哪有信服力 他沒有 他不是說 好像積木那樣砌 有些是現在好像積木那樣砌 所以 左砌右砌 所以很奇怪 你完全是代入不了 只是說你喜歡看那些歷史 如果你喜歡看就OK 不喜歡看就OK 等於我跟你說 現在電影正在做的 什麼什麼林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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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林肯 南北戰爭的時候 忘記是南北 第二次使用全裝甲鐵炮船 整艘船都是用鐵皮包著的 如果我用了你這個例子 有個女生 這個女生超強的 她全身都是裝甲的 我從哪一方面可以理解到 一腳好像一個飯盒 但是包著鐵皮的船 跟現在的戰艦 是有一個演進關係 然後看得出歷史 那如果你說看歷史的話 一個看兩個都是女兒 我什麼都看不到那個分別 除非那個女兒包著木乃伊 那樣的樣子 是啊 你都說了一點 其實那個演進問題 一是說她經常是 初等部升上中等部 中等部升上高等部 高等部的 那高等部的槍有不同 一隻一四 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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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一隻一隻 他不是加配件 他不是加配件 他又說過一件事 即是增大幼胸 他說的一件事 類似 還是他穿了兩條底� 我不是穿了 你有兩個槍托嗎 不是 他曾經有人懷疑 你沒有看超雲牙 人家就有那條底褲 外面的 L85那個 即是英國那個女孩子 他們懷疑是沒有穿內褲的 所以不是說 有沒有槍有沒有槍托 所以他們懷疑 而且經常說 脫掉那個彈夾 不知道是不是脫掉了 脫掉彈夾 彈夾在哪個位置 是不是 洗衣機洗鬆了 是啊 還有台灣的槍 就說 底褲飛了上樹枝 所以那些什麼漢光演習 就蛇把蛇床 所以不知道 不過其實是 很奇怪的 完全是 你看完之後 完全 當笑就算了 賣槍和賣角色 賣角色 人類的文物 沒有什麼 但是解釋不到整個故事 比羅茲威爾 故事就算了吧 還有就是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Só我剛才那個演化 其實他演化其實很難 他當然說 中等部有沒有算上高等部 你要演化 沒有什麼演化 其實都不知道怎麼演化 即是16可不可以上去 M16可不可以上去 M14 重化龍 物敬天窄色 不是呀 要組些配件 組裝很多 甚麼Sniper的鏡 他有組裝的 你說演重的 就是說 你是說 一開始一個雙女 一開始在穿草帽 不是草帽,樹葉的,後來穿了一套浪布的,最後穿了普通傳統底褲之外 那不行啊,越進化越沒人看 是啊,所以就不行 要退化才行啊 是啊 所以我就說很奇怪 人類衰退 槍鞋衰退之時 都可以 所以很奇怪,因為他只是說那個人升上去就只是說那個人是大了,年紀大了 但是你那個槍不會因為這樣而變型號 所以我才覺得 重點是被彈甲的位置,常惠敗了 又不是啊 是不是他的Transformer,變型鱗鱗 真是不知道他怎樣啊 真是不知道他的行為賣點,應該是有第二季 他還可以出第二季,他挺強的 不是啊 那些什麼什麼什麼,相機少女不知什麼書啊 什麼什麼少女,那些波鞋少女也有的 很多那些書 就是他專門有一批target market 不過這麼多是彈之外呢 不過這麼多是彈之外呢,我也有一樣東西說一說 他那個漢戰呢,或者一些條件戰爭呢 他做得不差的那些動感 還有一些戰術那些他做得不差 但是講得太多呢 還有那些槍械原本那個北太厲害了 所以就搞不定了 其實沒什麼意義的 那些漢戰,哇,戰術很好看,對人不死的 那些槍,槍會死,人不死而已 槍不死的,槍 槍對槍都不死,可以破壞槍 就是破壞槍 就是喪屍打喪屍,你看不看啊 如果打爆了,彈之外會怎樣啊 他沒有說過,就是送去什麼,就是送去保健室 然後又發出來的 保健室死神啊 現在還在打韓戰,有保健室 那吃錯東西嘔吐 吃錯東西嘔吐是代表什麼呢 我講的,好像卡彈,或者殺戟的蛋 大家選擇一下,大家選擇了 就是病了啦 槍用不了就病了 用錯那些嘴,子彈口徑用錯了 對,類似啦 不知道為什麼他拍得入的 不知道奇怪,總之就奇怪怪的 總之沒什麼人死的 沒有人看的 HAPPY END 死了變聶旗了,爆些腸癢 都不是HAPPY END 其實他最主要都是 BAD END 都沒有說什麼的 你很極的 總之有第二集 OK 那些人不死了,當然繼續 然後就下出現 在一個商業向來講 有第二季,可能是HAPPY END 也可能是BAD END 不是的,新的學校就有些新的FIGURE出現 他暫時沒有FIGURE 那我不知道 那這套東西就... 但是...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